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計劃報告書 教授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康復服務方面 我自己觀察是香港在一個適當時間重新調整 以及重新規劃一下究竟我們現在的康復服務 包括如何為殘障人士和各種政策服務 應該有一個總的檢討 因為過去我們在90年代初期 曾經有一份比較正式的文件 我們稱為康復政策服務白皮書 出了之後在那個環節中 我們有相當清楚的政策和目標 例如講平等機會 也講很多就業訓練 以及其他推動各種公民教育 以及規劃了很多具體的服務 特別是為各個不同的殘疾類別 來作出很多的規劃 這是很清楚的 但是大家數一數到現在今年是多少年 宇伯? 是 2011年 其實由1995年制定了康復白皮書之後 一直到現在 雖然說現在還有一個香港復康計劃方案 有康復諮詢委員會 持續提供相關的發展意見 但是很可惜都是不能夠滿足受眾的需求 阿利教授我想問一問 其實很多的家長跟我反映一件事 就是關於雙殘津慶問題 過去幾十年老實說 他評審了他們尤其是一些弱智人士 弱智不會康復的 但現在好像機制有些改變 要逐年去評審 你又怎樣看這件事 這個很明顯就是香港政府 一個眾商主義的一個 右派的想法 為何這樣說呢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 所謂新保守主義 或者這些右派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 你自己搞定你自己那件事 我只是給你最基本的 你不行才找我 如果你真的不行 有少少不行也不要找我 這個情況就是 政府基本上是 為何會有這些看法呢 就是基本上他不是很信任你 他又不想 美其明就說是用資源 但實情的情況來說 他不相信那些人 是真確地反映的訴求 他反而相信 有相當多的人 是會騙他們 或者是會濫慾 他們用另一個名字 叫濫慾這個房屋 他們很害怕這件事 這個所謂的恐懼 再將它擴大化之後 實情來說 是對一般市民的不信任 於是很多措施都是 你要做些甚麼評估 還有要檢討 還有你要做評估的時候 可能還要除了很多 臨床的或者能力的測試之外 有些情況之下 可能還需要做些收入的審查 例如有些長期病患者 他們有時候都需要加相當多的費用 例如包括一些藥物 藥智人士 好像你先說 根本上藥智人士是一個發展馳悶 不是有藥食 就是這樣 繼承來說 你不可以期望 有一種藥食之後 它就會康復 它根本不是喪失了甚麼 不過它是一出生 直到整個歷程都是發展緩慢 你要加強訓練 加強各種的服務 它才會有新的進展 或者你要給它新的機會 讓它學積新的技能 就不是說 好像一些意外受傷的工人 可以經過治療之後 可以恢復那些技能 不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先說 它要每年評估 其實情況就是反映這件事 你當它是普通工商意外 這樣的情況 例如一些工人 一天駕車撞到意外 等它還能否再做到原理工作 你現在要測試 看針對它的病況和康復的歷程 如果它做到 那就早點開工 又或者差點 都可以開工 但可能是要調校一下 又可以給它支援 這些情況 你不要說每年 定期可能都會看情況的發展 但是你先說好笑 因為弱智人士根本不是病 不是一般的 是需要損失了一些技能 現在要訓練過 重新拿回 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否需要這麼多這些評估 或者是什麼 關鍵不是評估那麼簡單 而是評估 而是目的 就是看看你 是否值得 政府繼續支持你 這個才是關鍵的意思 根本上就是 你有沒有騙我 如果你說 你的老友 其實你有沒有騙我 他真的值得 要拿這筆錢 其實這個整個概念 我覺得最有問題 其實就是 不單止在這類的服務上 在其他服務 或者甚至沒有 其他的政府部 這個構思其實都反映到 現時的香港政府在管治的時候 他們就是基本上 一開始就覺得 先懷疑你有沒有需要 跟著懷疑你有沒有騙我 然後實際上就再質疑 你是不是值得 我有這麼多的支援 這些情況都幾明顯 凡是一個政府 他對於一些市民 一些基本信任都沒有 或者他在設計那種服務的時候 他就用很多的措施 包括了評估、檢討、審核、 包括審查 又或者是做很多臨床的測試 或者是來到去看看 你究竟有沒有說謊 有沒有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 最關鍵的問題 其實就一二千元的 新產津貼 在我們普通人來看 就好像不是很多 但其實對一些工具 有殘陣性家庭來說 其實相對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但現在那個機制是怎樣的呢 只是由醫生去做評估而已 很多時候 遇到一個好的醫生 你看到你是這樣的情況 他就會繼續去批評給你 但在那些實習醫生 或者什麼時候 他見到你 我剛剛最近有個個案 很有趣的 就是那個家長 因為他明天要跟兒子去見醫生 就特意跟兒子打扮得是自己的 所以就打批評好一點 然後進去 其實你剛才說的評估 是沒有任何評估的 進去 醫生看到你兒子都很聰明 不需要 那就不可以了 那樣 家長也走回來跟我說 很慘 他說如果沒有了這二千元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經濟上會出現問題 也要幾經我們去申請上訴 上訴之後 第二個醫生就 看完之後就說 上訴醫生都是這樣批評 我現在推回去 我很難做 仍然是維持原判 是不批評雙賺准脫給他 後期我們都幾經辛苦 跟他爭取到之後 是最終的上訴 最後的醫生才是給回去 其實我們這樣看 整個機制 就不像剛才教授你說的 如果有綜合的評估 有些公平一點 但現在很多時候是看醫生 一刀切這樣 我說這樣就這樣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機制 是不是真的要檢討 還有一些這樣的 剛才你說得對 如果有些疾病的 你會慢慢會康復 但是 弱智大家知道是老婆缺氧 而引致 其實是一個長期 是沒有可能會康復 只會是令到他 在工作技能方面 或者是生活技能方面 可以好些 我當然理解 正如我先來說 有些評估的 有些數據是合理的 不過問題是 背後的動機理念是怎樣 還有一個實際情況 就是 我都問過有些醫生 他們都覺得 其實這些工作 我們不是我們重點工作 是 他每天都是危機做 還有一些醫生說 其實整 你找我做 老實實 有些都很老實 我都不是這麼熟 他可能是專門某些科 但他未必是熟習某些審問工作 當然審問工作 他有些表格 是基本的 也有些指引 但你可以理解 很多前線醫生 他日常都要很多職務 你要做這些 他根本就不是擺寵 是很重要的次 治病救人 這個基本任務 他真的很認真做 但這些文件事 包括這些所謂的評估 他們當作文件事 凡禮行政文件事 很多專業人士都覺得 你找我來做這麼傻的事 根本上我都不是我專業有沒有 你叫做就做吧 是否會這樣之後 基本上會比較沒有這麼重視 都有可能 當然我不說他來拿西 只是說他有些真的 時間蒼絕 變成你都很難 真的很仔細 因為看病 尤其是公立醫院 就算真的看病 都是三至五分鐘 精神科都是只有上限時間 你還要叫他做評估 這些東西 他最多就給你三分鐘 填了那些東西 原來比平時更辛苦 其實你覺得有甚麼建議 可以改善到人家 這個情況有些外國的做法是這樣的 不只是靠醫生 有些譬如是他日常 特別是殘障人士 或是先頭你講 譬如醫藥志人士 去計算 譬如他的生活技能 又或者他日常學習的情況 或者就業的情況 或者實際上 他日常生活可以做到甚麼 做不到物 其實是否有些情況下 可以由其他 譬如護士 其他物理治療師 那些可能會 評估或更加設合實際的工作 和日常生活的情況 因為有時他不只是看他的智商 也不只是看他的對答 你日常生活 是要你在那個環境 做不做到他日常的事 你現在在那個醫生 好像先頭說 媽媽當然撿到他漂亮 很有影響 像樣點才見醫生 怎知更壞了 但因為他有些工作 這個評估 其實你實際上 你真的要了解他 在他的工作環境 或者生活環境中 他可以做到甚麼 做不到甚麼 或者做到的時候 做到多少成 譬如我現在工作 我的手協調有問題 但是我用一隻手指 都可以打到電腦 但是如果你要我鑿鎚 去做其他事 可能我有問題 是吧 譬如我有肌肉那些 書章的問題 我用一隻手指 我可能和你聊天 打到電腦 算數 甚至無教到書 但如果你要我去做包裝 或者備用工程 我做不到 反而其他複雜的事 理論上是比較高水平 反而我做到 所以你要評估 你不能夠抽離他 在他的生活環境之外 在病房那裏 臨床的房間裏做 有時候要在他的日常生活環境 工作環境 你才能看到他做不做到 做到多少成 譬如現在最低工資 實踐之後 評估人的工作環境 你不能夠說 你來我寫之後 隨便填張廟就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 會否可以是一個綜合的檢查呢 或者其他的醫護人員 護理人員都可以參與 其他治療師都可以參與 其他治療師都可以參與 又或者起碼有一部分 最終可能是醫生簽名 其他部分 有些在生活技能 工作技能那邊 是否可以由其他人代辦 這些其實有一部分是有些人做的 醫生包底 在總合體體 這個會否更加精確 亦都對醫生都公道 因為我都看不到日常生活如何 你叫簽名 只要見一見去 對 醫生來說 他自己可能覺得有點困難 你只能夠靠問問他媽媽 但你短短那幾分鐘 你說做得多少 大家知道 是否會好些 雖然你說仔細些 或者會多些時間 但這個沒有問題 如果要仔細些 我意思是 你仔細些去評估 其實意思不是看他有沒有壓力 要綜合其他專業 你真的去看他工作 或生活技能 他在哪裡 恩財私教 或者是他得到的 我們鼓勵他做多些 未得到的 就鼓勵他支援他 讓他學多些 學好些 這些我覺得就有意義 政府出的報告書 講到關於陳人士的就業問題 他鼓勵NGO機構 搞多些社會企業 亦都希望能夠創造 那些機會給陳人士 其實你是怎樣看這件事 死亡企業 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的榮耀互見 我不是說他們無心做 他們是很有誠意做 再實際點說 你做任何企業 不要說死亡企業 一般做生意 就算我們現在兩個人去做生意 夠不夠膽說 你說兩年之內會揮到法律達 大家都說七十一 或者是開甚麼便利店 其實沒有人有把炮說 你一定有錢賺 就算普通做企業 任何企業 香港的特殊情況來說 租貴 租金已經吃了你大半 第二 有競爭 現在很多社會企業 他們掌握的 並非有甚麼專利 或者很高深的科技 是有日常應用的技術 你可以入行 又可以隨時入行 又可以隨時離場 同樣情況 其他人又可以隨時入場 又可以跟你競爭 又可以跟你拼過 你完全沒有優勢 你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只是你有 其他人沒有 你沒有這個把炮 所以變成 其實你是靠甚麼 第一 靠你工作的網絡 以及有教會背景 他用教會網絡 又或者其他服務機構 有自己的會員 他用網絡去做 加上其他 因為是非牟利的機構 可能這些 加上的印象 人們覺得是值得支持 有一個特色 還有因為他們是非牟利 起碼一開始 股東不收 不收蒲金 不分紅利 他不用賺到很多 他不用賺到 賺到 賺夠 那些股東說滿意 他才算 他比較容易做 但始終 那些企業本身 競爭是有 你沒有特別的優勢 最關鍵就是租金 你如果找到一個地方 是不需要怎樣租金的 或者有人是給一個地方 很便宜的租金 那給你用呢 那你就有些 我記得幾年前 我找過你們大學 幫我們做社機的調查 研究 你覺得如果真的要 溫一個社會企業 怎樣才可以成功 政府應該在配套那裡 應該做些甚麼 如果政府要支援 其實都可以幾方面 都可以支援 第一就是 有些地方 地方安排給他們 可以做一些企業 他們不需要很多地方 或者 有些很少本經營的生意 有些空間他們都可以 地方是重要的 整體的宣傳 幫他們整體宣傳 讓他們有多些網絡 建立 另外技術方面 就可以招募商界 特別是熟悉商界的人士 或者他已經退休 或者他予以做義務工作 他可以幫忙 例如很多是零宵 餐飲 或者簡單的包裝 製造 運輸物流 這些比較多一些 社會企業 是可以入場參與的 就由那班專家 或者可以幫忙 因為有些 還要看看 社會企業 那些從業員 是哪些人 有些可能是 一般青年人 他們可以學到 新技術 譬如設計 發營 烹飪 你也提過 有些可能是有殘障的人士 在管理方面 除了有地方 或者有專家幫忙做顧問之外 其實管理也可能需要有些彈性 譬如好像 上個星期我先跟一個機構談 他想請辦公室助理 他想請自助人士 但他的任務 要運送很多文件 他有七八個單位 如果你要找一個自助人士 你要拿這份文件 這份文件去這裏 有時他會不混亂 我們就說不如這樣 請不到人 就因為那些複雜 怕他做不到 不如你試試請兩個 一人走一條專線 這位路過 新架一條專線 走那兩個單位 只去那兩個 做半職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 這個專門走九龍 或者港島 他便可以分工 其實管理上的彈性 都是需要的 好多謝李博士 我們剛才聽聽李博士這樣說 我們看到政府只是鼓吹 很多NGO機構去做社會企業 但實際上他在配套各方面的事 都是不足的 例如剛才是支援的人 或者是一些富有商業經驗的人 去幫忙扶持一些社會企業 以及其實是否搞多一些社會企業 就可以解決到殘職人士的疾議問題 下一節我們再跟大家去討論一下 各位觀眾 我們繼續討論一下 究竟殘職人士的就業問題是怎樣 在我身邊的繼續形容是李博士 李博士 剛才我們剛才說到殘職人士的就業問題 除了政府鼓吹搞社會企業之外 但社會企業其實不請到很多人 其實怎樣真的可以幫助殘職人士就業 有很多其他措施 例如用行政手段也可以 例如有些國家包括中國 都會用一個配額制度 例如他不是所有機構都要請 例如規模比較大的機構 他就要求他有一個數額的僱員 一定是殘職人士 這個就是有些基本的保障 如果他做不到這件事 那又怎樣 那就交多些稅 外來是補償 當然你可以說 有些人會不會我只是出錢不出來 只是交了一筆稅就算了 在大陸和台灣經驗 特別是台灣經驗 就是這些稅收到回來的時候 他就扔回去做社會企業 增加多些集合機會 他就…重要 這筆錢不是由政府管 由那些資源機閣 甚至是那些家長組織 或者是賺錢人士 自己去管的那筆錢 這裏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另一方面其實都有很多商界 在外國有很多商界都願意做這件事 這個鼓吹鼓勵的狀 譬如我自己也試過 在香港也試過 同一間大型的清潔或者藥粉公司做合作 我們簡直在香港 葵聰那裏 他們的倉房 整條生誕線 整條生誕線 跟普通的工人一樣 他們就自己原底請 這些員工就這樣 殘疾人士就另一條生誕線 一起開工 做那些事是一樣的 不過就有少少不同 我們就承包制 他就判了給我們做 我們自己就怎樣出糧呢 你自己搞了 我們當然是分給殘疾人士 他們也有相對一個是免稅的 但是在香港好像我們就爭取了很多年 但是政府好像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這個做法 為什麼呢 這個又是先頭那一句 政府就好看商界利益 特別是特區政府 他經常怕商業機構好像沒有欠賺 又怕商界會反對 其實反過來 有很多商業機構都願意做些事 譬如我認識有些公司 他們本身的老闆都做業務工作 他們每年都為很多一些資源機構籌款 他們自己都聘請殘疾人士 他們甚至沒有 他們不太懂得怎樣去訓練管理 他們自己找一些熟悉這類人士的機構 去幫忙一起訓練他們的員工 其實事在人為 譬如有些機構請一些失聽的人 他可能就加一些設施 又或者他請一些新名的人士 他加一些特別的設施給他 又或者未有之前 他安排一些同事特別協助他 協助他 協助工作上的事 甚至沒有 其他食宴或者洗澡監 都有人留意 走課警第一時間找他 這些其實是可以做的 其實你這樣說是否因為香港政府的誘因不足 即是讓那些商業機構 就不夠所謂的吸引 那個免稅額或者不夠高 是否如果可以調整到免稅額 他如果請某一定比例的陳人士的仇 他可以享有一個某一個比例的免稅額 就可以更加容易去推動 這些是完全可以做的 因為外國有很多這些優惠 稅務的優惠給不同的企業 其實香港經常標榜說我們的稅低 比較簡單 但其實亦都可以考慮這些措施 不過最關鍵就是政府和自己政府遵助的機構 是否都能夠積極去帶動起 譬如好像政府自己請了幾多人 以貫局作為政府遵助的最大機構之一 請了多少殘障人士 這些其實都要研究 我自己所及他們請不夠辦之宜 即是說理論上 以往試過有些運動推行 反正就說 反正就請政府這麼大機構做個樣板的掌 你不如請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都不可以百分之一 政府也有請一些 不過我發覺它有些數字都頗特別 譬如飾盲他都當成殘障 飾盲很普通 還有很多他們會叫殘障的僱員或公務員 其實有多是因工受傷 本來他是一般的僱員 因工受傷他沒有解僱他 他都當成殘障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甚麼 你有一個新空位 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下設計一下 請殘障人士 他合資力能力都做到 又或者甚至沒有 你一份工分開兩份 來到請一些殘障人士做好 政府在未來的規劃裏面 其實應該是加入和商教去相搭一下 怎樣去增加去招聘多些殘障人士 政府亦都給予一些相應的措施 令到他們可以獲得免稅 可以幫助更多的殘障就業 政府自己先做 做多些 政府要大同事 那你就加上稅務優惠 你說他完全沒有優惠 又不是他個別 譬如說勞公主也有些優惠 剛才我們說的有因不足 因為那個不足 你做了三個月兩個月 如果你說我請多些人 我的得著是不會被損失大 我相信是有很多商機的樂意去做 我相信很多商界都行 另外我們很多時候都聽到 因為我們看到整個 社會福利長遠的報告書裏 其實在照顧者的服務 提供的支援服務是不足夠的 當然政府現在就 經常說 我們幾年前 我們有個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現在改為一個叫做地區支援中心 但是其實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滿足到一些服務照顧者 或者一些殘障人士的支援呢 因為我們看到整個 因為我們跟一些業界的王家談的時候 就說 喂 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已經是批了你的服務出來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地方 那為什麼以前港英年代 又這麼容易找到落腳點呢 現在 特區政府竟然一直都找不到 現在有些笑話是有一些中心 一直要黏著一些現有的中心 去共用他們的地方 但是令到的地方非常擠迫 而且對服務受眾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 長見來說 不是一個健康的發展 但是很多業界同工都在說 我們可不可以租商鋪 甚至乎如果政府開放的話 租一些工業大廈 因為有些工業大廈空置了下來 其實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為什麼政府不做 你又怎麼看這件事情 究竟為什麼以前可以很容易找到地方 現在一路都找不到地方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上有好者積極推行 公務員就會做得更積極 當時來講 90年代 這個康貨白費輸出之後 當時的政府高層都很積極去推動 甚至沒有 偶爾都會關心一下 問一下他的進展 變了一些官員會比較積極 還有找地方 其實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以前有 其實政府有很多物業 政府自己的物業管理室有很多物業 看看可不可以拿出來用來這樣用 或者用來租出去給一些商業機構去牟利 這個政府要自己腿寫 另一方面就在地區的諮詢 很多官員很害怕在地區諮詢 他們很怕見一些居民 有諮詢居民怕被人罵 所以索性就會回避 你如果回避就慢慢拖慢 所有事情都慢 好了沒有服務了 先由你說的 這些都要做些事情 那些社區照顧、家居照顧 先頂住 你未有服務之前先頂住 但正確這些服務變了主流 為什麼開不到檔的時候 其實拆穿了是否為了省錢 一來省錢 二來都免了很多麻煩 錢是有的 其實都不是錢的問題 錢是有的 錢是有的 不是使得他死多 而且你有規劃都要做的 但問題是他怕麻煩 很多官員都怕你去地區諮詢 又怕被居民罵 又怕地區人民代表責怪 他怕迴避 寧願在那裏慢慢拖 拖來做 寧願用另一塊錢 去做些接駁式的服務 臨時的 有些不好的地方 始終臨時的數額有限 你上本做 始終要多些人 但你人手不足夠 人手不足夠 其實就是你做不到原理的服務 譬如上本每次訓練一個 你在中心可能有一些小組的訓練 他們可以自己有多些社交活動 有其他措施可以共用 簡單來說 你不夠學校 你找老師上去幫小孩子補習 但在學校的生活和上本補習 是兩套不同的教學理念 所以其實理論上來說 政府應該積極地去做這件事 還有第三個問題 就是你這些照顧 幫不了家庭 原底的照顧者有多少 為甚麼呢 實際一點 我做過的研究 就是因為你上本來 去做些服務 那個家長 索性就不帶子女出去 就算說自作人士 他就不帶她出去 你不要去介紹 因為哪個老師來 今天哪個護士來 本來 你本來社區服務 就是社區融合 在社區裏面接觸那些社會 誰不知 多了這些社區服務 就還沒有街上去 為甚麼呢 因為你不去街上 每天都可能有人來 你反而 除了是見家人 或者是來幫他訓練 那個工作人員之外 這些弱智障人士 或者其他財障人士 其實真的跟社區接觸 其他社區的鄰居 或者其他同年紀 或者年紀比較輕的 居民接觸的機會 就更減少了 這個真的是 你反而有些人 住了去院舍之後 或者去中心之後 因為中心安排那些活動 他反而多一些機會 去看電影 去參加各種活動 反而多一些機會 你反而這些家居訓練 就出不了街 其實現在因為地區支援服務 中心最主要是幫助一些有差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要他們進行 你們有問題就要來找我們 但很多時候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以前我們分科 藥志 精神病 或者是盲的 龍的 都是不同的中心 不同的服務去做的 但現在不是的 全部都綜合在一起 所謂綜合在一起 現在我們業界的同工 很多時候都說 我受的訓練都不是那樣 很多時候有些盲的人 來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知道 怎樣去提供一些 適合盲人的服務設施給他們 很多時候 往往令到服務受眾 也有些不滿意 我來找你 你又給不到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或者是一個令他慶心的服務 我覺得這件事 我想政府真的要考慮一下 要看看怎樣做 另外我們剛才 同時我們反映的問題就是 除了找地方困難之外 就是請專業同工 又出了問題 例如一些PT CP 很多時候政府就很有趣 給你0.5的CP PT又好 給你全職也好 但我們NGO機構是請不到人的 為何請不到人 因為人工福利 我們都不及得政府 不及得醫管局 所以在競爭能力那裏 我們是弱了 所以在請人方面也出了問題 其實教授你怎樣看 怎樣可以去改變 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你規劃這些人手的時候 其實政府在這方面的規劃是比較差 譬如護士這樣 突然間一個時間就說 我不訓練護士了 夠了 現在就不夠了 現在不夠了 現在不夠了 現在又要退 譬如先後你說的那些心理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或者甚至沒有教育心理學家 加上其他職業治療師 其實現在都是很有限的大學 才有這方面的訓練 數額也是被大部分委員會規範了 即是說除非政府 你知道大部分委員會是政府支持的 以及它考慮的數據 都是政府教育人力那方面的資料 換言之之後 人力規劃做得好些 提供有效的資料 或者政府積極些去肯扔多些錢 去訓練多些人 這個其實是最實際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不只是說 只是為香港人 例如近一點澳門 近一點南中國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類似的疾病 或者殘障的人士 你訓練這些人 其實當然你不只是為香港這700萬 而是為澳門 或者南中國珠海 即是廣州這個 南中國這個三個州的地帶 其實你看到是越來越多這些訴求 香港人如果能夠做出這些貢獻 其實是不只是為自己 但其實你覺得用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NZO機構更加容易 請到一些專人士 可以挽留一些專才 在幫我們做服務 實際上當然是撥款要抓 你覺得整筆撥款 撥框枚撥框 其實行不行 當然不行 實際上很多治療師 治療師一畢業出來 第一天已經少了 畢業出來他想學多些東西 很新井 在醫院做 學多些東西 這是很自認的 因為可以多些不同類別的人士 受你的訓練和測試 到差不多成熟的時候 他想出來試試幫助非政府機構 原來發覺是骨頭進士 人工的少了結 比以前少了結還不再說 你又沒有什麼的升 因為你每個機構單位有限 人數有限 即是沒有什麼前景 你在醫院反而有些前景 人工有限 總之兩層的骨頭進士 以前的人工比較長 因為是下十步日銷 現在就短了結 又沒有什麼機會升職 你變成有什麼措施 唯一方法就是 除了加強人手之外 你就是給一些機構 大家有些地區或中央人力的系統 即是請一班人來支援整個區 不只是一個機構 或者是一個機構 提供一類醫療的團隊 是支援不單止自己 是一個地區 你就可以有些高級一點的治療師 例如我有六七個二級的治療師 於是我服務大一點的範圍 我可以請一個一級 即是政府應該要撥款更多 更新規環 以及應該全新檢視一下整個撥款的制度 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整個撥款 其實不是新的 根本是走回去70年代專業化之前 政府當時沒有那麼多錢 就跟你說 阿余先生 你是很有功德心做那麼多服務 我也想支持你 不過你知道增多了少 我就給錢這麼多先給你 你不夠你自己籌 你當然說好 反正你給多少我 我都要 因為你給多一點我 那我就籌少一點 理論上是這樣 其實走回去以前 其實不是新的 其實當年來講 政府的收入是不足的 他就用這條招式去鼓勵民間團體 大家一人出一些 去承擔 就是去分擔那個社會照顧站 但你現在政府不是錢少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身家 不過你看回金融管理局的外匯儲備 以及其他儲備 加上是數以萬億計 你只是那些收益 每個月或者甚至每個星期 那些投資收益 可不可以發出出來做些事情 這些其實是一點都可以做 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其實政府應該可以做這些鼓勵和分流狀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第一 一方面 你可以理解 政府都很害怕那些青年人沒有工作 你認不認得到康復復復復人手是非常緊張的 根本是不夠的 因為凡是任何照顧其他人的工作 都是有很多挑戰 你沒有足夠的鼓勵 每一個穩定的就業的前景給他 是很難吸引那些人去做的 那些肯繼續做的 是真的自己很有誠意 簡單來說 譬如潘青年人如果他找其他工作 可能他覺得買的東西可能更有發展 這個其實你都很難說他 變了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多些鼓勵 要重新檢視整個編制 例如照顧人員 你可以加強照顧人員的訓練 讓他有個學歷和長遠就業的發展方向 都可以有些職升 其實在前任務處長余志韻的年代 我也跟他提過一件事 他都覺得應該要檢視一下 其實很感謝李博士 其實我們覺得在未來的康復服務裏面 其實應該是政府應該要全面制定 殘疾人士老齡化的政策 服務的模式和推行的時間表有 另外我覺得也在就業方面 應該要策略促進陳人士的就業措施 例如可以減低最低工資所引來的負面影響 另外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正式有個長遠的規劃 包括服務處地點的安排 專職醫療人員的培訓 和一些相關的同工的培訓都要專業化 以配合服務發展的需要 我們又收到精盟的主席 鄺志輝先生有一封信來提到 在精神和康復服務方面有很多問題 自從2009年在天水圍設立了第一個 精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之後 政府在去年 2021年10月1日開始在全港18區設立了24間綜合服務中心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又如何呢 根據晶文的扛山說 現在這24間中心都找不到匯址 找不到地方的 沒有地方下腳 也要貼在他們現有的中心那裡 借用地方去搞訓練 培訓等等 還有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扛山說 最大問題不是這件事 原來在五年前政府有一個社區精神健康網絡 現在將以前的25個精神健康網絡 融入現在的24間綜合中心裏面 現在令到他們所謂的精盟裏面 估計約莫有7000個會員隱形了 所謂隱形了他們不再回到綜合中心 因為第一找不到地方又很擠迫 可能會對地區對社會造成很大的隱患 我們聽聽李博士對這方面有甚麼看法 這個我也理解是這個情況 因為事實上早前在立法會衛生和福利聯合會議 都提到關於這些問題 基本上就好像除了一個機構之外 基本上都沒有哪個機構 其實哪個機構找到 不是說了 很多人都是找自己找辦法 不是說政府很刻意很有幫助他們 這些可能是大機構自己有其他網絡 找不到你覺得會不會是政府部門的配合不足 這個配合和配套的問題 甚麼時候都會出現在香港的港幅 地區資深也是夠不夠嗎 第一就是很多時候 醫院那方面 受到一些壓力 盡量要人們離開醫院 本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是地區為本 因為我理解很多 例如有些病人情況比較穩定 如果還在醫院的範圍之內 你越住得長 有很多基本的生活技能 範圍就越遺忘 在一個普通社區 重新適應、重新學習 才是正路 這是對的 但配套就是一個關鍵問題 你現在先說有沒有屋住 如果有是甚麼屋 中途宿舍 或是長期的宿舍 或是獨立居住的公屋 或是跟家人同住 這個住的地方是關鍵的 其實我們也有些理解 很多病者出院後 能夠跟家人共住的機會便平時 就算是可以共住 也有些情況 就是根本一家人 那一個都是病患者 可能他有其他的病 或是不病患者 大家都是 說不要聽相依為命 這是一個挑戰 其實第一樣 就是住的地方安排不夠 但出來之後 住的地方不夠 不得已 另外其他社區中心 的房屋都是有不足 這些社區照顧 一般社區中心 即這類的精神衛生中心 其實可以是這樣的 是一個小型的中心 其實也有縮委 如果他有特殊的情況 有特殊的情況 是可以暫住 是可以暫住 在一個暫住的地方都可以 即他不只是去複診 不只是做職業治療 不只是參加活動 或者其他活動 他也同時有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離開自己原底住的地方 在住一段時間 一段短的時間 可以譬如好像 重新調價那些藥 或者是一個觀察的環境 讓醫務人員可以看清楚 他的情況 其實是這樣 不是隨便找個地方 他們坐下聊天 那麼簡單 這些重要 社交科樂活動重要 但是 那個 所謂綜合社區中心 是真的就業 關顧 臨時住宿 和社區治療一併 現在的情況 第一方面 一方面 有壓力 要病人離開醫院 另一方面 配到不行 可能出現的情況 就是 有些可能不太準備得好 出院 就未必提早出院 有些出院之後 可能需要回醫院去清藥藥 或者有些情況 特別因為病況有些轉變 開始要做一些觀察 可能也有些困難 有些人不可以這麼快就幫到他 變了 甚至無理才能說 有些人變成隱蔽了 為什麼 很多人 出院之後 連家務的支援都沒有 例如有個病人說 其實我煲水也有壓力 他說我有抽筋 他說煲了水 自己倒下了抽筋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來 醒來後已經在院 他說原來煲到水 煲爛了 有火警 那些人救了他 醒來後就在醫院 其實就是 這個很特別的情況 因為地區的醫療衛生精神服務 其實是就業 社會關顧 家務助理 加上其他治療配合才可以 當然要加上住的地方 幾種要配合 你只說治療 或者只說地方都不夠 現在問題是連地方都沒有 考虎就難為無米吹 你只有兩個選擇 要是靠自己 要是回到醫院 但什麼情況回到醫院 實際上是說 醫生是看見你很清楚 有個大發作 才會收回你 其實因為選子出了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想你都做了這一行業 以前都做過 你都知道 我們找到地區的時候 我們又要資深地區 其實現在 尤其就近選舉年 明年又是立法會議員選舉 未來的又是區議員選舉 很多時候 我們發覺 如果這些中心 要在地區裡 要選主的時候 往往就以 居民的聲音為主 為了取得選票 很多議員都不敢去 亦那些選民的意見 其實你覺得 在這個死結裏 政府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夠 在日後裏面 假如真的要再這樣做 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就有一件事 就剛才說過 鄺先生的新聞那裏 為何我們有這樣的精神病 使用者 他們自己本身是精神病康復者 為何我們有這樣的組織 為何政府不去諮詢他們 究竟我想要些甚麼 我需要甚麼服務 就只是政府自己去思考 因為我們覺得 無論我們是其他傷殘人士也好 精神病康復者也好 政府都從來沒有抗闊過諮詢的範圍 只是諮詢一兩個人 就叫做諮詢了 教授 你怎樣看 我覺得如果這樣搞下去 這個長遠計劃是廢的 其實在未來的話 我們應該怎樣做 才真正可以做到 真正的規劃 又可以適切到 服務受眾的需要 規劃也同時是 涉及到土地的使用 那個規劃 現在就很多 其實政府有很多地 香港都有很多地 規劃的時候 開很多屋苑 土地變為套路 跟著會甚麼 他們現在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先開這條路 然後開一間公屋 或者最基本的街市 商場 到處都是這樣 但是忘記了一些東西 其實還有醫院 或者其他協助地區的市民 有精神衛生的東西 其實你規劃一個新的社區 或者屋邨 其實已經是 有些地方可以用來 用在這些用途 或者甚至現在 已經規劃了 已經發展中 都可以有些外圍的地方 可以作為一個 上設的機制 構思的時候 就不只是道路加車站 加屋邨加商場加街市 就算了 加個間學校 你可以加上其他整個配套 譬如這些各種的 社會服務 精神衛生服務 現在就算是 新界的地方 都是 周不時都要看醫生 去到很遠 就算普通病都要去很遠 甚至沒有車去 要接駁很多都才能去到 同樣情況 你一規劃的時候 你應該有這個概念 還有市民應該要學習 互相接受 反而有些舊的屋邨 我理解 反而有些更多接受 譬如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可以 原來用另一些用途 現在改變的用途 行不行 這些諮詢工作 我想要做得仔細 長時間做些諮詢 居民加起來 先頭說的地區組織 或者是用家的 家屬的組織 病人組織 其實這些是一并可以做的 譬如深水埗有很多這些服務 有些在私樓 有些在公屋 就算有很多人開辦 你做得恰當的諮詢 其實都沒有那麼大 有些我探過 有些是居私樓 我們謝謝李健言博士 剛才我們聽到李博士的意見 其實無論在規劃方面 如何都好 政府其實應該用不同的部門 要有溝通 在溝通上要多些 以及地區組織的諮詢也要有 尤其一些服務使用者 更加需要他們 要諮詢他們的意見 看看他們真正的需要是甚麼 我們希望政府在未來 因為其實現在 今屆的特首 我們都不會有期望 希望新一屆的特首 能夠在長遠的規劃的時候 能夠多些諮詢 無論在地點 地區組織的諮詢 或者是一些服務使用者的諮詢 都能夠足夠些 然後才去制定一個 長遠的社會福利規劃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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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